神准科技 那么经过这个移工的裁检之后 总共有114位确诊 扩大裁检1054位 希望全场这个裁检 而且是做PCR 来确定这个传播链是否有扩散出去 其中有三名是本国籍的劳工 那目前正在扩大 昨天到今天扩大裁检 1054位 希望全场这个裁检 而且是做PCR 来确定这个传播链是否有扩散出去 不过这个职场已经先做了一轮快塞 都是阴性 但是我们为了严格起见 我们全场再做一次PCR快塞 那有关这个移工的部分 那么后续的 后续我们会进行这个关怀照顾 我们比较显著重要的传播链一共有22个 那其他的是独立个案或者是比较小型的传播链 那这个屏东的缩西团 这个旅游团 那么有 昨天有增加8位 那累计起来是13位 也就是说 这个屏东的旅游团可能是因为 一起搭游览车 或一起在餐厅吃饭 那么有产生旅游团的群聚感染 那我们该旅游团 那我们该旅游团的这个团员 加上这个确诊者的家人 我们都已经完成匡列区隔 另外第二个是 这个乖乖幼儿园 有裁检出一共是7位 所以该幼儿园我们也进行全员停课 做全员裁检